重庆卫视 这是一个静态感 三十分钟 一分一孩都不要一分 你要把这最伍美的造型 你扮得不行 他这事根本不适合 干什么不要骑我 我很不熟 凭什么不要这样 就是让我们会觉得 没有办法跟他配合 当时我们的把你抠死 作为一名模特 应该提高你的专业素养 本期的主题是梦画和童年 我们靠镜头好不好 我的天啊 我一靠镜头推 我要找妈妈 下一次还是没有改变 我会给你我历史最低分 你现在看起来像一坨尸体 来自己解决 不要问我们 那模特不要配合 我还要你跟摄影师干嘛 听起来好像是在挑衅 是想打赛也是吗 本周将有两位选员 离开这个梦想 中国超模 十一禁酒突围战即将开始 本节目由专专业瘦身领先品牌绿瘦 与补水面膜 只用魔力鲜严 联合冠名播出 起床了 6点1刻现在 还有一个小时 我们就出门 �ress 5 cina 时间都是你这样收拾不行的 吃东西又不是你 为什么可以自己来的收拾 你不管 待会儿让他们自己来收拾 不然等一下 他们吃东西没盘子了 让他们自己来收拾 你要吃东西的 自己洗 每天都是这个状态 你们要不惯他们 他们又不是小孩子 不会吃 但是不会习惯吗 你没事啊 你行的做人家事 不是这个问题 你不要搞得好像 像你是个好人 我是个坏人 好吗 我也在做事情啊 冷嘲热讽 或者是去攻击别人 我觉得王梦这样真的很不好 你们要不惯你 别做事情的时候 他们在睡觉 却猪只会吃也不会动 吃完了东西也不动 然后找一个什么样的老婆 找个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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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真的是 对你生生气了 怎么了 他就只是想做一个老好人 一直对你们好 一直对你们好 他觉得这样子 你们就会觉得他好 但是你一直去做这些事情 别人真的会去感激你吗 王梦的话我觉得 她真的是一个不顾别人感受 高傲 无视人的一个女孩 王梦是一个很真诚的姑娘 我觉得她 我们很多人都跟王梦的关系都很好 因为王梦平常就会跟我们做吃的呀 泡泡这个茶 泡泡那个茶的 然后就每天都很开心 中国超模的选手们 你们好 欢迎来到上海的知名的时尚地标 中兴泰富广场地 那在我身旁呢 也很荣幸地邀请到了 知名的时尚女装品牌 Lamia的创始人 Joanna女士 欢迎你 Joanna 谢谢 大家好 今天的挑战是展示Lamia的魔法力量 在不同的场合 只有你懂得搭配 就能展示与众不同的时尚魅力 今天希望Lamia能给大家带来好运气 加油 加油 孙老师 静态橱窗展 学员需要根据抽到的主题 在规定的时间内 配合完成场景的布置和服装的展示 这种成绩由现场观众投票数 和导师投票数相加而成 导师拥有五票的投票权 下面呢 我要开始对你们进行分组 第一组 王梦 李思佳 伊诚 邓天龙 王梦的话 我觉得她是不顾别人感受 比较高傲 无视人的一个女孩 你不要搞得好像笑 你是个好的人 我是个坏人 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不喜欢 我觉得王梦是一个比较真诚的女孩 她比较度得关心别人 为什么感觉很不情愿的样子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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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组 刘贤夏 李雪 王仁川 老师醉了 因为我跟刘贤夏真的不怎么说话 王仁川更是很闷 没办法 就硬头皮上呗 在我看来 李雪她的条件真的很好 我们在私底下 属于就是很强劲的对手关系 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应该能赢的 第三组 黄思琪 于林云 赵卓能 李浩婷 我的脚还没有好 我不能跑呢 怎么办 她腰不好 腿也不好 怎么跑呢 完了输定了 中国唱本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三 二 一 走 这边 这边 非常的乱 当时我们想的就是 展会一定会在三四楼 龙哥看到那个展台就在下面 然后我们就抢过去了 我们走 我们走 我跑的是第一个好像是 我看着那张周兽 就直接爬在顶上了 然后就抢到那个 风光办公室了 晚宴好展示 晚宴不动就好了 我没有办法去跑 这对我所在的小组 非常的不利 我不可能抱着他跑了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 我背着于林云 去找拉米亚的专门店 赵卓能跟黄思琪 去场地 布置道具 特别可喜的是 最后一组织 跟我们就是下午茶 我们想要的 跟我们下午茶 就这个 装扮 装扮 不要 不要 这个是那个 妈 放这儿好了 这个是不是应该搬到这儿了 我是一个老板的一个形象 我非常喜欢 我是老板 我是老板 这是我这几天来 我这一组可能会来不及啊 尽快尽快 这么化 这么化 天都不会化了吧 我弄了一半 然后王仁川 他说我不会铺粉 我不会铺粉怎么办 因为我一直不会化妆 刘月夏当时已经化完了 所以我让他抱我化 其实王仁川的盐真的是 没有话可说的 你知道吗 颜值非常高 我就是中国小鲜肉 王仁川 你就是小蜜在旁边 化完妆之后 我们就在一起研究那些 造型什么的 就是直接去演 直接去演 我们自己在下面看 一个个摆出来 后来 然后我就说疯狂的办公室 那就一起做老板 然后我是老板的老婆 邓天龙就是被老板骂的下属 加油 男生做女生战会不会 有点不合适 我只是提醒你们 你要站在上面 你要摆出最无眉的造型 不行 他这一身根本不适合 很那种田园很舒服的感觉 很舒服的感觉 不能妩媚 不可以妩媚 十秒钟倒数计时 不是咱们要想一下 待会还可以把什么姿势 七 不要再动了 三 二 一 开始计时三十分钟 只有投票之后才可以改变姿势 你动不动站在那里 你要坚持到有一位观众给你投票 然后你才可以换下一个姿势 非常非常累 还有选手在移动不可以动了 不可以再移动 因为我们保持个动作要很久 就很累吧 如果动作太大可能会被扣掉分数 就会被扣掉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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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 现在刚刚过去五分钟的时间 看到有一些好像已经保持不住了 我们很快会有观众过来投票 希望他们能够拯救你们 好 请大家为你们喜欢的那一组去投票 好 你们这一组可以换姿势 我们在那边端了近五分钟 没有人给我们投票 所以当时心里面还是挺难受的 没有一个人过来按 然后一直在那边做那一个动作 真的是非常的痛苦 好 你们要换姿势了 谢谢 谢谢 终于有人来按投票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超感激那个人 我们两个坐你们在这里 很长时间没有人来按票 那我们必须要有我们更多的亮点 能够让观众看到 抱起来 公主抱 抱起来 抱起来 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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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还 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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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狂办公室 我要疯狂 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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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傅狂的办公室 就是我们把所有我们该想的 能想的全都想出来了 不要拍照啊 给我们投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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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给我们投票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然后我就开始玩嗨了 就各种在桌子上 就不行了就已经 整个办公室就疯狂 我们已经把一个疯狂的办公室 这个主题表演得淋漓尽致了 追上 追上中间的 追上中间的 我要穿那种啥的 我都不用干就咔咔头笑 我玩穿 颜值太高了 哎呀 我就 我就服了 善男那边他就是个王子啊 然后李雪又穿了一身晚礼服 刘雪夏也是 他们摆的那边就是一幅画啦 那组是颜值很高 胆子也很高 哇 真是很棒 很漂亮 还有十分钟啊 我们一起围攻他 围攻他 莫学 围攻你 对 要打打 围攻我 对 抓他头发 莫莫 抓他头发 抓他头发 有什么别闹 本来就是疯狂的 什么疯狂本来就是在演 什么疯狂本来就是在演 对啊 疯狂啊 就是我对一诚有一点点 就是遗憾 他一直都很拘谨 你别一直坐在 凳子上起来 站起来 对 站起来 因为我的裤子不行啊 我的裤子也是在掉 干什么 不要欺我 你不要跟我做这些 你不要做那些 就让我们会觉得 没有办法跟他配合 一诚放不开 这是一个团队合作 你不能说 只有你不想怎么样怎么样 答答我吗 逮什么 捧着我手 抧着 我手 捧着你手 捧着 快女神 女神 我也知道我自己 做的不俗的地方 因为我或许是有点害羞 然后我自己调整过来了 然后和他们配合 我觉得我是有提高的 还有七分钟 加油 我们在看到他们的票数 一直在上升的那个状态的时候 我们一下子想有点 需要改变自己的策略 我觉得应该让能能稍微出位一点 我们都是要说主题的 可是现在我们这边如果这样抢 你觉得会有抢到那边镜头吗 我觉得很困难 我要怎么做 发挥那想象 发挥那想象 你知道吗 发挥那想象 三座里面我分数最低的 我真的很急 然后云玲玲就跟我讲 她说那你又不批刹 你又不性感 我们分数肯定会低 那没办法了 我们分数最低 我不可以让我们团队最后一名 你现在要批刹 批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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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拿出来拿出来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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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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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批下去观众真的是很 真的是很开心 然后就很多人就给我们加分吧 给我们加分 但是我也不管了 我也不管了 那我就简直就是五花八门 就觉得我都水拾出来了 那时候本能的我觉得 我需要把这个团队给拉起来 我不能 不能输 看 看着 看着姑娘 看着姑娘 看那 这样很巧 这样很巧 你们还是在做静态展 史上的品位在哪里 史上的品位在哪里 不要太过 我当都吓坏了 你知道吗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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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毁了 又毁了 又毁了 舒服的感觉 不能妩媚 不可以妩媚 第一次的时候 小蓝老师说毁了这场秀 整场秀 都被你们给砸了 这次又来爱妈 又来一次 我为什么要去听她的 还有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好 快点按呀 我来 按两下 两次 有一帅哥就是屌 一人 两次 一人 两次 人穿 你是 你干嘛 人穿麦色 人穿麦色 在开始的过程中 有很多人给我们投票 但是后来 那些人为什么不投了 我们仔细一发现 他们全都被王尔川 给吸引过去 然后帅哥合个照什么的 我心里就在吐槽 你知道吗 我说你合照 你投票啊 你知道吗 然后王尔川就一个眼神 头两下 头两下 那些花痴的妹子 就在那里 哐哐哐的 就在那里 狂问投票期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当时我是三个组里 第一个主动有人 要来和我合影的 觉得有可能是因为 我的颜值高吧 所以我告诉他们 可以跟我合影 然后每一张合影 给我投五张的票 所以我们的队伍 一直领先于其他两个 我也想不想 怎么62啊 为什么 他们那边实在太美了 八天 他们只找王尔川合影 等着了 早 五十八票了 长帅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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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不生气吗 我在这边都 摆造型摆了都冒汗了 他就坐在那边 什么都不用干 就往这一坐 然后就咔咔咔 一顿票蹭蹭蹭往上升 我提醒一下 你不可以动 再动我要扣分了 扣扣 他过来跟你合照的时候 你只能保持一个支持 谢谢 好吗 为什么没人理我们 对啊 女王在这儿呢 女王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谢谢 谢谢 我们现在最后十秒 最后十秒快点 快点 再给我们投票吧 谢谢 谢谢 二 一 时间到 时间到 谢谢 时间到 谢谢 真的超开心 哇 耶 赢了 就狂击嘲讽 一起了两对 幸福就是来得如此突然 就好开心了 他们最多 他们最多 我的天啊 就完了 本来是我们先领先的 结果突然被人返潮了 那种心情 就是从天上掉地下了 我当时心里面都炸了 他们是浪漫的下午茶 在我看 他们搞得好像是疯狂的下午茶 谢谢 谢谢 大家 大家听好 听好 嘿 我还没有投票 我可以让你马上输掉 马上输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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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感谢观看